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們是一個關注公帑運用 爭取減稅的民間團體107動力 才爺很快就會在明天星期三公佈這個財政預算案 我們107動力一直以《基本法》107條作為終止成立 要求政府的財政應該兩日為出收支平衡避免赤字 即是說政府應使則使要善用公帑 不要亂收稅 而各界估計特區政府將會有超過接近800億的盈餘 我們認為最有效處理盈餘的方法就是減稅 響應科大經濟系教授雷鼎明的建議 香港其實可以實施一個無稅社會的做法 全面取消新封稅 將所有打工仔的收入 就交回給打工仔自己去調本 而這個無稅的社會 將可以增加香港的競爭力 甚至成為全球注視的目光 我們認為特區政府在大覆源的情況下 可以全面退減新封稅 取消機場零件稅 凍結煙草稅 以至可以檢退印花稅的徵收 令香港成為一個無稅社會 可以繼續成為自由之道 今天原本行政會議就打算開會了 我們今天就將這個信件交給政府的代表 交給行政會議成員和官首的議員 可以將我們的意見繼續反映下去 我們的意見 高 很後退